战国晚期 随着坚定战争愈演愈烈 华西亚上只剩下了七个主要国家 秦 楚 齐 魏 赵 韩 燕 各国合纵连横 上演着一场场精彩激烈的争动 公元前329年 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代雄主楚威王去世 其子楚怀王继位 也正是在这一年 魏国人张仪来到秦国 不久成为相国 这两件事深刻地影响了楚国历史的造像 即位这一年 楚怀王三十一岁 这位在楚威王羽翼下一帆风顺成长起来的君王 性格宽厚 帅之天真 他有着 楚国国君一贯的爱国心和责任感 却缺少在这个严酷时代 生存所必须的狡诈和城府 楚怀王登基前不久 父亲楚威王刚刚灭了越国 楚国由此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 楚怀王继承的 是当时令所有人都眼见不明的余城 僵局广袤 物产丰饶 国库充严 年轻的楚怀王穷心勃勃 力图有所作为 在楚怀王的支持下 屈原在楚国展开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变法 国家的兴衰 关键在于人才 因此屈原担惊结律 要建立起严明的法律 制定公开的余人标准 以求那些外流的人才回到中国 使楚国重新换发青春 屈原的改革 势必影响权贵们的利益 因此报道了贵族们毫不质疑的抵抗 他们开始施展贤熟的手段 污蔑诋毁去源 听信了谗言的楚怀王 渐渐疏远了去源 因此多性和内争 断送了楚国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 早在楚威王即位期间 合纵连衡这个新的名字 就开始出现在各国政治家之口 合纵连衡的产生 源于战国晚期 各国之间愈演愈烈的兼并战争 由于秦国位于西部 阻止秦国东进的办法 是由北到南建立一道垂直的屏障 这道屏障以燕赵为北端 韩魏为中端 楚国为南端 各国联合起来以抵抗秦国 面对这个制衡秦国的合纵战略 秦国的对策是建立横向同盟 与韩魏结盟 截断这道南北屏障 反秦联盟的这个理论基础 跟今天欧洲的这个军事理论 非常相似 就是国际和平是建立在各国力量 对比大致均衡的前提之下 如果有一个国家过于强大 那么势必破坏这种平衡 势必引起战争 于是战国时期 外交战场上展开了以张仪为首的连横派 和以国村衍苏秦为代表的合纵派之间的斗争 公元前318年 经过苏秦的游说 储赵齐焉等几国结成联合 共同发勤 因为储国最为强大 储怀王被推为纵杂 屈原等眼光长远的政治家 一致支持合纵之策 因为储国最大的威胁 毫无疑问来自于秦国 虽然实力与储国相当 但秦国的扩张欲望 是六国中最为强烈的 对于储国而言 团结六国 共同抗秦 是唯一的生存指导 然而储怀王对于合纵的意志并不坚决 秦楚反反复复的犹豫之后 储怀王最终决定 派出很少的军队 象征性的应付一下这场反秦的联盟战争 那关东六国他们从人数兵力 包括双倍上面 应该来说是远远超越关系的秦国的 那关键的问题就是 每个人都心怀意志 国有鬼胎 每个人都打自己的散盘 怀王作为重长 他也就是做这样子 他当时就说 我仍然能耗您之后 仅此而已 他并没一个周密的计划 他甚至也缺乏战胜秦国的勇气和信心 其他的国家也觉得 这是临时的一个呜惑之中 不足以跟秦国抗衡 每个人都说不去不行 去了也打不赢 所以他们每个人都不想念战 都不敢真儿八经的 去和秦人进行交锋 所以他们在喊国关外 做了很长的时间 最后不了了之要退兵 那然后秦人就在后面追兵 那疯狂瓦解 那疯而自知 轰轰烈烈的反秦联盟战争 草率收场 楚怀王的国际威望大受损失 而经此一战 秦国更加深刻的认识到 楚国和齐国联合 将是秦国东京的最大章篮